主要推測 您有媒體教練 您有媒體教練 您有一位內容 薛明教練 文明文教練 好,翻開 一貫,第九頁 序論第九頁 請合掌 拿摩本师释迦牟尼佛 拿摩本师释迦牟尼佛 好 序论第九页 中间二 任言法门三大主章 那三大主旨呢? 任言法门三大主旨就是宗旨 最主要的是讲些什么呢? 一 误了这个本性啊 才能朝着这个佛道就近菩提 如果不悟道不生不灭的清净自行修行 我们会用生灭意识心 那么百千万劫不能成佛 也难以成就 所以先行 这本性就是真如本性 就是如来葬性 为什么讲真 为什么讲真 真就是不是假的 如呢? 就是悟道万法必尽空 我们有一个真心如如不动 本不生灭的清净自行 叫做真如本性 即如来葬性 这个葬性啊 就是寒常佛性 如果我们把它调到前面来念 就是常如来性 哦 我们每一个人都孕育 隐藏着一个如来的清净自行 那这样解释也行 那么说如果说解释如来葬性 这个是后期的大圣佛教思想发展以后的一个名词 叫做如来葬 所以后来人有写如来葬思想 诸位有因言可以看一看 那么这个物有三种 一就是解物 解物就是了解我们本来具足不生灭的清净自行 了解 二 行物 行就是要落实去修行 见一切像心如如不动即见本性 但是因为我们习气太强烈了 难以降服 所以没有办法 一下子就证悟 所以需要时间 那么到了功夫 以佛相等 那就是证悟了 所以为佛究竟啊 证悟就是彻底解脱的意思了 第十页 第十页 一 解物 解物就是始绝字啊 这个绝 后面叫一个字 这样解释起来啊 比较明显 就是始绝字 哦 我们来听经文法呢 来了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清净自行 从现在起发菩提心 开发我们深层的波勒智慧 这个启动点 叫做始绝 所以以此绝中 了 妄 达真啊 这个妄 要加一个心 这个真呢 底下也要加一个心 什么叫做了妄 达真呢 妄妄 妄妄 妄就是我们所讲的妄心 就是所谓的意识心啊 达真的是通达真如的自性清净心 所以这一句跟转世成字 有相通之处 那么意思就是说 达妄本空啊 达真 达真 就是通达真如自性本有 所以这个转世成字已经非常明显了 就是这个是 就是所谓的是指执着的意识 分别的意思 在我们的如来藏性 刹那之间闪动 而我们误认为 那个就是我们的心 而我们的眼耳鼻舌生意 其实所有的造作 眼见一切色耳闻一切身 鼻袖一切香舌肠一切胃 其实都是如来藏性 我们因为不知道 所以心就一直起破浪 我们受无名的风一吹 不知道境界是假象 境界一现前 我们内心里面高低潮 一直起来 烦恼一直不断 可是所有的烦恼 都不能离开如来藏性 用这样讲 你听不懂 我用一个比喻 譬如说大海 大海 大海所有的浪 通通不能离开这个大海 太平洋 不管起多大的浪 都不能离开太平洋 我们也是一样 眼见一切色 无论你多么的执着 不能离开如来藏性 那么你的执着变成一个负担 把所有的如来藏性 全部都掩盖了 所以这个无名在作用 那么这个无名在作用呢 我们的生活就会苦不堪眼 我们每天都要惩罚自己 所以这个了这个旺 打这个针呢 是非常重要的 要懂得歇极是菩提 歇极是菩提 换句话说 你所有的浪脏 打来打去 其实都是海水 你今天所有的执着分别 在圣人的角度 都没有任何的意义 因为它都是你的心 在作用 我们以为有实实在在的外境 而佛陀告诉我们 所有的像 你所显现在你的外境的 其实本来就空 你所恨的对象 其实不存在 你所贪爱的对象也不存在 因为它是生灭 它一定会毁灭的 它是缘起 缘起就是无自信的东西 所以科学家是往外拼命的去探索 当然不能说它不对了 帮助我们解决一些生活上的困难 对不对 所以科学家是往外去探讨 去追寻 望远镜可以看到很眼很眼很眼 可以看到仙女座 像我们这个仙女银河 看到我们这个银河 我们这个银河有两千亿颗恒星 两千亿啊 一直往外看一直往外看 那么能不能解决 内在里面的烦恼呢 不行 科学家来了照样情绪 科学家使了 这个神是照样拖不了轮回 所以往外看 是不究竟 不是说它不好 而是不能根本解决 我们痛苦 烦恼和轮回的问题 科学家 能存在 人类某一个层次上 的功劳 但是不能就近解脱 所以这个了望啊 达真啊很重要 这了望者 如了七处皆旺 七个地方都是旺心 阿难啊讲内 讲外 讲中间都被佛所破 所以就是七处皆旺 一切世间幻化虚妄 为什么讲幻化呢 因为众生没有透视和分析的力量 老是认为像是实在的 唯有大智慧的人 人一眼就贯穿透视了 人就是一堆骨头 不管你穿着西装 多么漂亮的衣服 他就是一堆骨头 一堆臭骨头 所以六祖讲 严是臭骨头啊 何必立功课呢 就是幻化是虚妄的 不实在的事件 问题出来的 我们误认为它是真的 我们误认为它的真的 就拼命的求 为了好吃的东西 就拼命的求 为了好碎的东西 就拼命的找 为了漂亮 就拼命的抹 是这样化妆品 为了瘦身 我们就拼命的买运动器材 反正就是一直在忙 然后到最后 杀手西归的时候 发现我们不知道在忙什么 所以好莱坞那些影星 有的大影星要往生前 就讲了一句话 说我忙了一辈子 好像找到了什么东西 但实实在在 也不觉得怎么样呢 我拥有它 大明星 也没什么感觉呢 可是又能如何呢 众生就是重复的矛盾 因为他没有碰到佛法 就是碰到了佛法 就知道原来世界是 幻化是虚妄不实在的 假象的东西 达真 就是如十番显见 十番就是次 十次来显出这个见性 佛指示出来 通达本有 本有就本来就存在的 真见之性 真见就是不是忘见 这个就是始觉之 明 叫做见到位 就是见到 这是真正的 见到不生不灭的本体 于事物中 行者的观念 就是所谓的之见 改变 行为也转变 而且此等转变 就是决定的 决定什么 决定以不生灭心 为本修因 以不生不灭的心 来作为我们本修的因 下决心 换句话说 就不会受到外境的影响 我们生命当中 每天多少都会碰到一些不愉快的事 可是对一个下定决心的来讲 无碍 这个是前进的阶梯 并不是非如突然 心血来潮 昙花一现的 这个就是 就像圆节经所说的 既已曾经不复为况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既然已经成佛了 就不会再回复做众生 意思是说 既然已经见性的人 就绝对不会再变成众生 那么诸位 现在就是进入了矿 矿区要开采什么 开采出来这个矿 然后好好的磨练 成为金 我们的清净自信 就是金 无量节来 这个矿里面满有金 我们自己不知道 原来我们也是佛 事故非如一般的文字之解 乍现即是 这文字之解 就是说 凭意识的观念 凭意识的观念 就这样子 就是文字之解 所以你就是念中文系 念到博士 这些文字很通达 乃至一般 念英文或者法文 西班牙文 念到博士 仍然与生死不相干 了生死 以文字语言 无关 无关 那么这个文字之解 是乍现即是 乍现即是就是 生灭意识心 是显现一下 它又变化了 不是不生不灭的如来葬性 不生不灭的如来葬性 无关于语言 无关于文字 极如小生的见到位 一切的邪见 二之见细断 见了不生不灭的本体 的人 邪见影响不了他 二之见 二之见就是没有正见了 所以在座诸位在这里兴许 以后你到任何一个时间空间 去听经文法 乃至于打开电视 那法师讲 讲什么 一打开 你就有这个能力 判断 这个法师讲的知见 正还是不正 很清楚的 你就自己有这个能力了 一如大圣见到位 决定一佛圣 没有二圣 没有三圣 没有五圣 只有一佛圣 不再屡 反外 前小之境 就绝对不带走 反复外道 前 前圣菩萨 还有小圣之路 便于一切法 文集信寿 地节 为什么 听了就信寿 就地节呢 因为他有解物的功夫 所以 天经文法 这是一生一世 最重要的功课 而一般人 却忽略了 却忽略了 二 叫做行物 行物 这个就是 过程 维系 的习气 还在 所以它是一个过程 叫做行物 意思就是说 你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你有好多次的 情绪高低潮 会有种种的逆境 烦恼习气现现 现前 行物 当一个人 落实到真正的修行的时候 他会发现 妄念 烦恼习气很难断 只有那些不修行的人 就认为修行很简单 其实修行可不简单 因为这个行物啊 必须一点一滴的累积 行物用一句恰到好处的语言 就是修行 是点滴的功夫 就是行物 最好的写实境界 修行 你必须一步一步来 碰到烦恼 你一定要有能力去处理 啊 不能是出家十年二十年呢 习气一来 跟着跑 或者我们在家计时呢 贪嗔之一来了 跟着跑 这个就没有行物的功夫了 而行物就是明心见性 明心者就明心相 明心相 心相者就是 如大圣五位白法中 所是之心王 心所 什么是心王 就是眼是 耳是 鼻是 蛇是 身是 义是 摩罗是 阿赖也是 也可以说 前五是 第六是 第七是 第八义是 这个总共有八 心所法 是五十一 五十一 心不相应行等法 二十四 那么 什么叫心王 王就是可以主导了 我们这个身体啊 哪一些意识在主导呢 就是眼是 耳是 鼻是 蛇是 身是 第六意识 第七意识 第八意识 这个叫做心王 王就像国王 所呢 就像大臣 心王 眼是 比如说 看一件东西 眼是显现了 看一件东西 心其贪恋 这个就是心所就跟在 心王的旁边 就像国王出巡 旁边都一定有大臣 心所就是大臣 跟在 国王的旁边 一个善良的人 耳朵一听到 人家 可怜的人 他马上抱以同情心 发挥他的爱心 就是心所 善心所 就 跟着 起现行了 所以 心王 出现心所 犹如大臣 紧跟在旁边 那么 心不相应刑法 心不相应刑法 也不是心王 也不是心所 也不是色法 分别 所产生的一个概念 就是心不相应刑法 也不是心王 也不是心所 也不是色法 譬如说 我得到一件东西 得 就是一种观念 譬如说时间 时间 就是心不相应刑法 的一种观念 时间本来不存在 是人类从心王 心所色法 所 分位出来 产生的一个观念 就是心不相应刑法 听这个论言经 要有为是和白法 还有大圣起信论的基础 就是这样子 那么 心王 心所 心不相应刑等法 包括心所的 善 恶 恶就是烦恼了 恶就是烦恼 等法的志向 以及相互间的关系 如何生起 如何修灭 生起就是动念 修灭 就是让他熄灭 懂得离向 他 就能熄苦 就是走向修灭 的正道 至于心王 则了八世之体 因为每一世 都有见分 相分 自正分 正自正分 这八世的字体 就是所谓的字体分 字体分 那么见分跟相分 就是他的用 就是相用 这辽八世的字体 主是各自的体 相用 像第八意识 有相分 见分 自正分 正自正分 那么第七意识呢 以第八意识的见分为自我 就卡在一个我执跟法执 那么因此呢 精神攀岩的物质 产生的执着 变成内心世界的负担 和痛苦 而我们不能了解物质世界 跟心灵世界 跟心灵世界 是来自一个 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什么世界 同一个如来藏性 同一个不生不灭的心体 迷了 就会有物质跟精神的交叉 烦恼 烦恼 贪着 烦恼 就知道所有的物质跟精神 来自一颗清净心 没有任何的烦恼 所以这个也可以解释 情与无情同言总字的道理 诸是各自的体 相用如何 这以前我们在百法明门论 维世学都讲过 以及期间互动的条件 以及本言 如是一一法皆明了者 乃得称为真明心者 所以六祖慧能大师说 明心好菩萨 明了我们这一颗 不生不灭的清净心 就是菩萨 见性者就是见自本性 也就是见五印六入十二处十八界 二十五有 二十五有就是三界 有时候我们称为九有 有时候称为二十五有 这个以前都讲过了 那么 皆 本如来葬 妙真如性 为什么强调这样子呢 强调这样子 你就五印生 就可以发挥你的如来葬性 即五印生就是如来葬性 你就可以好好的发挥 可以起作用 六路 在六路的地方就可以起如来葬性的作用 在十二处十八界 二十五有 都可以显现我们不生不灭的如来葬性 那问题来了 众生因为没物 所以发挥不出来 本性起不了作用 每天都在恐惧 每天都在追求 每天都在伤害 每天都在互相批评 怎么能够体会本如来葬妙真如性呢 此尽性 当修到位 也就是分正觉 前面是死觉 现在叫做分正 也就是在六十位修正过程当中 分分断无名 即得分分见 所以他这里的注解 是用天台中的思想 天台中的思想 啊 是故大波涅槃经 啊 总这么说 所谓大波涅槃经 是什么意思呢 重点是在讲 一切众生 皆有佛性 叫做大波涅槃 意思是说 所有的众生 都有长 乐 我 尽的涅槃妙心 这部经最主要的是承认 包括蚊子 狗 猫 天人 啊 畜生 第二鬼 不管哪一道的众生 只要他肯修行 都能进入大波涅槃 所以加一个大 就是绝对 就是 所有的经典 没有人这样讲 小圣的经典 那 讲说有的众生是不能成佛的 跟气太差的 到了佛入涅槃前 佛说 一切众生 皆可进入大波涅槃 只要他有一年听到佛法 肯修行 就有这个机会 所以大波涅槃讲什么 大波涅槃讲两个重要的思想 一 藏的我静 二 一切众生 接入涅槃 这个大波涅槃最重要的思想 有两个重点 《世故大波涅槃经》中说 十足菩萨 由尽不了了 中间加几个字 十足菩萨 对佛甚深心境 很深的那种心境 由尽不了了 还不是看得很清楚 十足菩萨对佛的甚深心境 由尽不了了 还是没办法完全清楚 看得很清楚 没有办法全见到 意思是说 十足菩萨虽有见性 但仍不能了了全见 是故于此为中 善非限量境界 而仍属必量至 什么叫做限量境界 我们说佛证悟了 破无名见法身 万法唯心限量 只有如来的智慧 叫做限量 叫做限量 而仍属比量至 这个十足位 什么就是比量呢 比量就是说 用类比的 方向对了 但是呢 境界还不够 比量至 你这样讲不清楚 举个例子 你就很清楚了 譬如说 我们今天在高雄无数讲堂 要去台北 到台北譬如说陈佛 那么台北到台北 佛就是到台北了 就是限量境界 好我们呢 坐这个高铁 火车 坐到台中了 坐到台中 方向对不对呢 对了 是不是啊 方向坐对了吧 十足菩萨就是方向对了吧 可是呢 如果往台中的方向 再继续往北 会不会到台北呢 会的 因为方向正确吧 比量至就是这样子 知道吧 就是你朝这个方向去 确实可以成佛 可是你目前呢 还没有达到那个境界 这样的比意就 原来如此了 就很清楚了 第三 叫做正悟 正悟的旁边 写四个字 叫做 究竟解脱 只有佛陀的智慧 能让我们究竟解脱 这个 就是究竟觉 也就是正到位 也就是正到位 也就是限量之 是故当之 所谓物责 皆非神秘 笼统统的概念 而是有具体的物境 对象 对象以及内容 而且物前 与物后 其人的三叶 必然转变 有所不同 所以修行嘛 诸位就是要懂得转 要转迷乘悟 要转世 成智 要转烦恼 成菩提 是不是啊 这个通通是个转字 学佛 命运 就是看这个字 看你会不会转 山不转 路转 静不转 心转 不能转这个念头 卡死某一个观念 你每天会活得很痛苦 看这个也不顺 看那个也不顺 所以日本的 或者美国的科学家 就告诉我们要懂得转 我们的脑部 我们的脑部 有几个脑部的频率 叫做α α频率 就是脑波α 还有β 还有γ 还有δ 四种脑波 α的脑波 是这样子的 所以一个人保持理性的时候 他这个脑波是这样子的 叫做α的脑波 它的周期性能非常的固定 心灵非常的稳定的时候 它的生命是一种享受 enjoying的 它的生命是一种享受 它的波动是非常的稳定的 对 那么如果是β波的话 它就是 再高一下子 震动震动 烦恼起来 就一直震动 一直震动 它会放出一种毒素 放出一种毒素 在NHK的电视节目里面的 这些科学家也讲了 我们的脑部可以制造好的 那么这个脑波 会产生好的激素 会影响到我们的全身 如果我们动念起不好的念头 会激励出一种不好的激素 会伤害我们 比如说一个人常常称恨 或者是愤怒或者是紧张 我们的胃就很不舒服 胃就很不舒服 一个人常常愤怒 就会高血压 不是先天性的高血压 后天自己气坏了 气的血压快炸掉了 是不是 美国就更进一步 更了不起了 所以佛法它是很科学的 美国有科学家 是这么样测试的 这么个测试法 它这个脑部不用 尖色的名词 它用你听得懂的名词 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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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脑部分 叫做快乐区 快乐区 再来就是烦恼区 再来就是恐惧的区 再来就是恐惧的区 恐惧 再来就是 再来就是嫉妒 就是烦恼跟快乐恐惧 它这个脑部用这个 增测 然后装这个 电子的频率 像扫描一样的 装着 哎 当一个人 谈恋爱的时候呢 这个脑部呢 快乐区 快乐 可是这个快乐有限 有限 有限 啊 这快乐区 当一个人烦恼的时候呢 比如说啊 在脑部里面 然后这个人在测试的时候 然后跟他讲一些 老公当时让他很气愤的时候 他很气 然后讲到愤怒 愤怒的时候 在这个脑部里面 快乐区从头没有 就是一直激怒 愤怒不满 然后那个脑部 控制不住 所有的光通通消失 没有 快乐区全部都被取代 后来再去请一个 印度的修瑜伽的 Yuga 修瑜伽的来 这个印度的瑜伽 当然不是学佛的了 修瑜伽的 这修瑜伽的 稍微与大自然有结合 哎 哎 然后 请那个印度的瑜伽 修行人 来 脑部 安住 然后就跟他谈 放影片给他看 那个修瑜伽的心都如如不动 那一测试 他那个快乐区啊 全部 脑部都是快乐区 那个光啊 射起来的时候 全部都是放光 顶部都是光 好